好的,大家好,我是乔森夫,秀神 欢迎回到秀嘎教室 Body, Spirit,秀神 那么如果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 良好的睡眠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根据资料指出呢 有19%的斯瓦尼尼人身受失眠的困扰 那如果失眠了,怎么办呢 那想要解决失眠 我们就得必须先了解到 睡眠是什么 人类的睡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手机期 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心率,体温 都会开始慢慢下降 身体开始放松 就会开始缓缓地进入到 第二个阶段,肚骨期 你会开始慢慢地想要睡觉 直到你看了某些影片 那接下来呢 睡眠将会缓缓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深肚骨期 这个阶段 明明已经没有任何好看的影片了 但是你还是会一直不断地去寻找其他的影片来看 的时候你会开始去看一些 奥克在乱的影片啊 警察在执行的影片啊 哦,对了 土博索的影片通常都是在这个阶段会被看到 那有时候你还会看到一些很奇葩的影片 比如说 人家正在开箱,人家在开箱,在开箱的影片哦 一种 俄罗斯娃娃的概念 那么第四个阶段 妈的怎么五点期 这个阶段我们简称 MDZM5D 那在这个阶段呢就是 妈的怎么五点了 第五个阶段 黑洞期 黑洞期呢就是指从MDZM5D 当你睁开眼发现已经迟到中间这个阶段 称之为黑洞期 那目前 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的,那现在我们初步了解完睡眠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失眠的问题了 那失眠呢,简单来说就是睡不着 那用唱的来说就是 丢失了睡眠 失眠呢,有些影响因素是电子产品的蓝光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看 在睡前的一小时 不要看手机 不要看电脑 不要看电视 超焦虑的 好想玩手机呢 好的,那再来 其实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我们都可以试试看看 卡靠睡 我们马上来试试看看吧 都没有好看的 MD之间无敌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试试看看最传统的方法 鼠羊 一只绵羊 两只绵羊 三只绵羊 四只绵羊 五只绵羊 六只绵羊 七只绵羊 八 这,这什么啊 一只刚出生的绵羊 一个眼睛进泡泡的人 两个眼睛进泡泡的人 三个眼睛进泡泡的人 眼睛进泡泡的绵羊 刚出生眼睛就进泡泡的绵羊 游泡的绵羊 接下来吧 一只iod后 tested 三个眼睛进泡的绵羊 三只绵羊 快 punkt 三只恨 三只便